张丹丰最近演个戏又火了,他本人也跟着火了一把,在现实里,我们终于等到张丹丰现身了,再看他穿的这身穿着,小编觉得眼前这个37岁的人,看着像是27岁呢,来看一下具体是怎么回事呢? 掀开上半身,戴着鸭舌帽,戴着墨镜,黑色的T恤,好像的确像是个大叔的样子,气质上也很酷,但是再看到他的裤子的时候,小编就不这么觉得了,一条超级时髦的破洞牛仔裤,而且还把裤脚翻卷上去了,所以看到这样子的张丹丰,就是一种青春感满满的味道了,非常有少年感,要知道他今年都已经37岁了,但是看他的这一身打扮,明明才27岁。 甚至可能27岁都不一定有了,和其他37岁的那些中年男子都一样,张丹丰还是保留着年轻人的那种形象和状态,在节目里,也是穿着一件帅气时髦的衬衫,搭配时髦有个性的牛仔裤去的,根本看不出实际年龄的,上次还看到他在节目里,穿上了一套校服,这青春张扬的样子,小编觉得张丹丰即便是去演校园剧,也是没有问题的,完全是没有违格感啊。 羡慕张丹丰保养的这么好啊,即便是参加活动,他穿的西装也是和别人不一样的,是非常时尚的条纹西装,看起来的话,瞬间年轻了不少,说张丹丰是个90后的都不觉得过分。 张丹丰真的是有杰出的外表啊,看看,这是和我们的谭宗运站在一起的样子。 张丹丰